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负责人6月18日 向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 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新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的说明 香港特区政府绿政司司长郑若华 6月21日晚发表声明表示 会率领绿政司全力支持和配合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立法工作 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李家超 及香港六大纪律部队首长 已与同日表示 全力支持和配合涉港国安立法工作 郑若华称 草案的说明清晰指出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应当尊重和保障人权 依法保护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 根据基本法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及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 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 享有的权利和自由 这些明确规定应可释出公众疑虑 郑若华一表示 制定相关法律的目的是为了防范 制止和惩治及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分子 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 让一国两制新闻支援 做法完全依照限制和法律依据 未来会率领律政司 全力支持和配合港区维护国家安全的立法工作 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张李家超 警务处处长邓炳强 海关关长邓一海 消防处处长梁伟雄 陈教署处长胡英明 入境事务处处长欧嘉宏 以及政府费信服务队总监胡伟雄机长 对中央制定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 予以权利支持 李家超称 每个国家都有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和特定执行机构 这是每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不可推卸的应有之意 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法治 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最佳保障 将确保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 他表示会带领各纪律部队全面履行应有职责 确保相关法律在香港有效实施 竭力维护国家安全